大S与汪小飞之间的战争似乎已经告一段落 但汪小飞的妈妈张兰仍忙着在直播间骂人 对于先前大S以爱心觉罗汪来讽刺汪小飞 张兰在直播中强调 不明白对方提及此事的用意 还直言他们没拿大S的卡乱花钱 甚至自称是爱心觉罗兰 据网路上疯传大S刷汪小飞的卡三次都失败 是因为刷了200多万的钻戒 对此张兰则透露那张信用卡的额度是200万 嘲讽大S不动动脑子想想 刷一下没过的话降低金额就能成功刷过了 接连刷卡失败都是因为大S太贪心 此外大S的聚军业结婚时 佩戴的头杀是刷汪小飞的卡买的 张兰特别在直播过程中戴上黑色头杀 声称是自己资历更生买的 更直言订婚结婚刷别人的卡买帽子 是很不吉利的事情 虽然画面看起来既诡异又滑稽 但字字句句都在攻击大S 再次成功引发热烈讨论